最后要讲解的是不定词第三个重点 这些重点我们称为惯用语法 什么叫惯用语法 惯用语法就是它是固定就是这样写的 好,这个,这种就比较简单 你只要背起来就可以了 它不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像第一个 中文如果翻成为了 表示目的的,为了 那么太而不能就表示结果 太怎样了,所以结果就没有办法怎样 这就是表结果 所以表目的的我们有两个写法 一个是用in order to加原型动词 第二个是用to加原型动词 因为这些,这个to跟in order这个to 都是加原型,所以我们称它为是不定词的习惯用法 那第二个 to to,to就是太而不能,这个to太而不能加原型 加原型,所以这个to也是不定词to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不定词的固定的惯用写法 其中最难缠的是这个to to,to 小心 我们会上当 to,to表示否定 表示太怎样,to而不能,这是否定 所以国中的基策会考 这个就是列入很重要的一个考题 因为你不会,所以就要考你 看看我们第一题的例子吧 we stop walking 我们停止工作 stop是过去式 你看它加ed 那这个stop后面又加一个动名词 stop walking就表示停止工作 不要工作了 这个就固定它叫ing stop walking就停止工作 为了什么 后面就加 为了要take a rest 休息 所以这个to是不定词to 因此要加原型动词take 那这个stop后面工作也是动词 所以你不能动词后面又再加动词 所以这个walk就改掉了 改成了ing动名词 就变成停止工作 那这个take也是动词 你不能再用动词了 因为动词有了 所以后面又再加一个to 用to来切割 你看看 这样就维持 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动词 这个第二个动词改成ing了 这个第三个动词改成to了 这样就避开了 太多动词的一个错误 in order to也可以摆在前面 in order to 这个是to 不定词 所以要加原型 为了要休息 我们就停止工作了 不要做了 为了要休息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有一个格言说 a saying saying就格言 say就是说的意思 a saying goes 它是固定的写法 同学可以背起来 a saying goes 就表示 一个格言 是这样说的 so one one是任何一个人 never 永远 这个是to to 太老了 而不能学习 你看这个to to to 要加原型 太老 而不能学习 那加一个never 就是永远不会太老 而不能学 两个永远不会 不能学 两个否定 变肯定 那就变成 活到老 学到老 这就是我们很棒的一个格言 one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活到老 学到老 背起来吧 这是很好的一个格言 继续 我们看选择项 为了省钱 he 第三人称 加了es he goes to work 他去工作 怎样 by bike by bike 就是 骑脚踏车 去工作 为了省钱 你看工作 也是动词 go 也是动词 所以马上 看到to 没有 to就切割出来了 好 他去工作 go to work 工作 那前面 那前面 存钱 这个存也是动词 所以你如果用了动词 就会变成 这里又动词 后面句子又动词 太多动词了 所以快点用to吧 这个save是动词 不对 这个save的过去式 也是动词 saving money 这是动名词 我们这一题啊 saving并没有什么错 但是我们这一题的含义是说 他为了要省钱 那为了省钱 这个为了 我们是要用to来表达的 所以这一题我们还是要选这个答案 才是正确的 好 第四个答案 就是不好 正在省钱 表示进行事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谈 第二个 他起床很早 he 第三人称 所以动词加s get up 是动词了 后面 他早起 为了要赶上校车 赶上 那个赶上 也是动词 起床 也是动词 所以这个地方 一定要改了 不能再用动词 现在是 A 是动词原型 不通 B 是动词的过去式 也是不通 能挑的就是 ing跟to 这已经改掉了 那ing是表示 进行 正在赶车 那to表示目的 为了要赶校车 所以按照我们的内容 因为后面这两个答案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要挑一个比较正确的 是 是 比较正确 表示目的 用to 为了要赶校车 他早起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赶校车 不是说早起 然后又正在赶校车 这个就不合理 才起床 你就正在赶校车 怪怪的 所以这个3 就没有那么妥当 他的动词三代是 catch quote quote 第三题 捷克 太老了 to 太老了 所以这一题可能就讲 考你 to to 太老 而不能用 to 答案是这个 to to 就表示太老 而不能使用 手机 老花啦 手也这个一直发抖啦 就没办法用手机啦 这一题就考你to to 很棒的一个 这个 不定词的片语 to to 加圆形 是太老 而不能用手机咯 好好的背起来吧 这个 最后一题 我们看 手机是cellphone 或者是mobile phone 好 mobile phone 第四题 这个病人太虚弱了 无法 有没有看到 太怎样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一题就考你 to to 这个病人 我们可以用 the sick man 这个病人 东西出来了 椅子 太老了 to weak 而不能 用to 然后后面加 圆形动词 太虚弱 而不能 站起来 stand up OK 这就是我们的翻译 这个 惯用语法 to to 非常帅 一定要牢牢记熟 OK 不定词的 基本重点 老师全部 讲解完毕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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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